大家好 欢迎回到《猫向》编辑部的《笑声芒新闻》节目时段 今次有我许散 另外还有我们的易得台仰 大家好 请记得帮忙赞我们这段影片 还有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多谢大家的支持 台仰 对于香港的弹撻 你最有印象是哪一间 我最有印象 其实我没什么印象 通常就吃到屋苑附近的普通小店 我没有特别吃到什么有品牌的 家里附近那间就吃一吃 不过很多年前已经收拾了 我都很失望 这些可能是疑似童年的记忆的味道 如果你问我 我回到香港 我很喜欢找一间泰仰饼家来吃 最近那几次回到香港的时候 我之前回到来吃那几间 都收拾了 都好像越来越少 如果有得吃就吃 没得吃就没办法 因为它是挺好吃的 它的曲奇皮 可能会说 不过哪里还好吃 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哪一间更好吃 我比较喜欢吃曲奇皮的 台仰是吗 曲奇皮 我喜欢吃酥皮 贪它香 人人不同 我觉得酥皮就好像肥一点 我不是曲奇皮也很肥 这个我们就不是一个科学化去说 我们想以我们的口感来算 回来了 原来这个泰仰 收拾一下收拾一下 收拾剩下6间分店 哎呀 什么这么惨 为什么 什么事 以前很多的 以前真是港九新界都有 据报道说 原来九龙区的分店已经是全线结业了 甚至今年年中深水堡 就是在新鸿基奇亚的商场 现在九龙区最后一间的红磡分店 也都会在今个月中已经收拾了 嗯 嗯 甚至乎这间店 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 本来就是在百头的摆花街的肥佬 做蛋摊 出名了 肥棒 千古罪人彭定康 那时候就很喜欢吃这间店 这样的吗 我真的没什么印象 不单止 他又喜欢吃到是怎么样 有些照片 大家很容易在上网都会看到 除了喝粮茶之外 就是吃蛋摊 他又试过封了一条街 这些就离谱了 满用自己 那时候在香港做冻野特权 封了一条街做什么事呢 他好像是大澳洲的当时的总理 就要来吃这个蛋摊 那位老板说 就是泰昌的肥佬老板说 今天这条街是这么安静的 这么早上 原来就被人封了 是的 不要进来 你这些低下阶层 还进来买菜之类的 就像许刘山那时候的年轻 踢你屁股 还说要去南方圆 不要 走啊 走啊 都踢了 在斜坡里踢了 这些行为是很坏的 不过他能够成功制造一些照片 或者过往一些视频 然后就能够给人的感觉 很亲民啊 这个作读 其实也不是的 就是制造一些舆论出来 给人的感觉好像很亲民 说回这间蛋摊 其实在摆花街的时候 我都有吃过的 其实是挺好吃的 你觉得里面的蛋漿就水水的 有点像蒸水蛋的效果 挺滑的 不过其实他后来这间店 整件事更好看之后 在不同地方都有开 那时候就开始 水准就没有摆花街那时候 已经那么好吃了 不过也是好吃的 后来又有沙翁 两大黄牌食品 不过我自己在香港的时候都喜欢吃的 有时都会一口气买两个 不怕肥的 都只要吐了两个 一个蛋摊 一个沙翁 不过我发觉他就叫越买越贵 他自己也知道的 还有那些产品后来又加了什么 砵仔糕 卷蛋 那些 如果可以帮衬 我也可以帮衬 甚至乎那时候有些外媒 香港的媒体 就是说他预为全香港最好吃的蛋摊 谁不知由这个蛋摊的神坛 跌下跌下跌下跌到只剩下这么少 这样啊 会不会是竞争激烈了 而他又没有随着市场的变化 跟着走 亦都没有什么新意的产品 所以就慢慢慢慢就倒 因为后来就买了给杜香 杜香可能接手就有什么砵仔糕 又或者肥佬都已经不搞那么多 都不顶 可能已经是找够也好 什么都好 或者退休也好 还是怎样都好 搞一搞一搞就现在变成这样 有些人都会说 为什么他会收拾呢 有些人都会说 他不是难吃 也不是说不好吃 不过他是不值 就是买得太贵 意思是 没错 其实我看到有时候蛋摊 那些都挺贵的 虽然很香噴噴 来远都会叫做闻倒 又是什么 不过呢 又真的挺贵的 我看到后来 差不多10元一个 哇 这么贵 要便宜 荃湾有些小店买得很便宜的 甚至乎连其他包也很便宜的 买多多都没所谓 贪便宜 我自己就是这样 对于口味 我真的不是说有这么大要求 我第一贵便宜的 通常都 我记得好像在港铁站 那个什么巴士站 对面那些 那些叫什么呢 我也记得了 有些屋邨的 有些屋邨那边在买 那些有很多的 话说 为什么呢 大家都说 不是呀 不是没有蛋撻 现在最红的香港的蛋撻 台湾知不知道是哪一家 我不懂的 哪一家 叫做 Beghouse 就是什么 廟山 是呀 很厉害的 这么厉害的 是的 看到整个门面 就很洋化 跟泰昌 天严之别 因为泰昌 你看到的设计 就比较中式传统一点 又说什么1954年创立 又这样那样 怎样 但是这间Beghouse 一开之后 甚至乎大家又成为 大家追捧的对象 再加上 大家又会用来在IG打卡 将整件事 担担 当然它的口味 和折法 皮和带枪很不同 有些像葡萄那些 但是又跟着 那个皮 台湾喜欢吃的那种 酥皮 哇 直接夸张得怎么样 有些 台湾的 赌民朋友 跟我说 可不可以在香港带点回来 蛤 很难 带回来 有些都会 去到香港的时候 就会吃的 你其实看到 现在这些 蛋摊也好 什么都好 如果你这间 成为了 大家的 打卡的名店的话 再加上大家愿意 在打卡里面 来分享 有些东西又不是太差的话 那真是挺容易 叫我熊得起的 这个也代表着 一个新的市场变化 这个是什么市场呢 就是社交媒体的市场 社交媒体要懂得利用 就可以对盘生意有很大的帮助 是的 那些人就会 在Black House 拿着这件 再拍摄 他英文的招牌 拍摄 整个松玉蒙的背景 隐悦看到他的字 很多 就会用这种 当然 他的蛋摊的口味 就叫酸肿蛋摊 有些说 挺特别 我都没有吃过 但我都见 很多 台湾的朋友 去到的时候 都会去吃 他不单止 蛋摊 还有什么 丹麦苏 多士 有些有本土 是吗 大澳虾子卷 这么咸咸的 是吗 是的 这个很有趣 一家这么洋化的店 竟然就做了这些 他那个总厨 好像叫George 以前是四季酒店的总厨 高点部 高点部 跳了出来做这些 所以整件事 就立即 你觉得 好像在吃四季酒店的蛋摊一样 就变成了整件事 就变成了 变成了 一个感觉而已 对不对 有个感觉回来 可能真的很好吃的 又看到很多人去排队 又这样 你想想就知道 那倒是呀 你可见到朋友的IG 或者Facebook 会摆自己是吃泰昌蛋摊 我今天吃泰昌蛋摊 不会的 是不是 真的不会的 是的 我想泰昌的做法就是一直以来都是平民化 还有也都只是专注于他们做饼 卖饼 但是市场是不停的变的 有时人家都会有新的变化 或者出不同的口味 不同的款式 再加上有不同的宣传攻势 那久而久之 就算你一直都做同样的产品 品质也都没有变 但是其他的竞争是会不停的 加大你的压力的话 就导致 好像泰昌蛋摊一样 是不是 似乎也是 那另一样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 什么批鱼撻 或者 东海糖 东海糖也有一些 什么蛋白撻 都可以的 不过比较贵 而且我觉得它的压力很扁 我心想你的压力扁到这样 那你的压力就会很小 这就是一种香港自己本地的挑战 另一种挑战就是北上消费 刚才台昌也说了一个重点 其实大家为什么北上消费 会这么开心 这么热潮 到现在都未退减 因为发现内地有很多新东西 有些不同 类似芝士蛋糕 有些很西式的糕点 很多 可以不买 香港慢慢吃的 是的 款式多 而且始终内地有一个大的市场 人家要照顾这么多人口 所以亦都给到很多人有自己发挥的空间 你推出一些东西 你总会符合到一些人 你就可以继续维持下去了 就不会说香港 很多时候都一色一样的 譬如我突然说那期车制面红 然后整条街都开了车制面 然后那期寿司红的 有一堆寿司店都开了 或者买鸡蛋仔 一堆鸡蛋仔 一色一样 比较单一 即是叫一窩蜂了 我们看到最近 郑志文去了一个媒体的午餐的时候 我都听到都觉得应该和大家一起讨论 记得大家留言可以说一下 他也有承认的 就是不少朋友们是北上消费 也有不少香港人 会因为货币汇率的问题 选择去到日本旅游 香港的零售和饮食业方面 真的有不少的挑战 他就说 这个只是暂时性 我就觉得不是 你觉得不是吗 我反而都同意 因为主要的汇率 真的挺有影响的 如果那个汇率 将来美元降低的话 应该会对香港的零售有帮助 如果你说日本是一件事 他说去内地消费北上 那又怎样呢 如果大家习惯了内地的 多元化 新鲜感 或者不同的新东西 或者性价比 祖孙你说 怎样都好 是不是真的 内地是吸引一点呢 我看到最近 那些朋友现在 乘坐高铁去玩 乘坐到成晶 有些 直接请几天假 就去了张家界那边玩 我看到一些照片 我吓了一条 是呀 很棒的 现在你可以躺着坐 有饿舖 你坐到北京都可以 可以省回一晚 一晚 是呀 上海那些 挺棒的 我也是很想试一下 不知道会怎样 不过我看那些床 还很窄 又有心思思 又想试一下 我家人都已经 筹备这件事 他们的意思是 年初一 就飞起我 因为我没有回向症 拜拜啦 你一个附车在这儿 附车啦 我们就试一下 类似是年三十就出发 年初一的早上 就抵达上海 到时再跟你拜年 恭喜你的发财 哇 你们金无良的 你们很棒 我们去到上海 就拍照给你看 耶 这样也行 不要紧 那你玩吧 我自己还没搞到回向症 我还没去搞 搞这么久都没搞 我是在登记的时间 出了事 被人闪 回来 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玩法 是否暂时性呢 如果你被人看到 例如我另一个朋友 他应该让我看张家界 原来是这样的 现在是这么多 中西文化合璧 古旧的又有 现代的又有 即是两构又有 哇 我看到 很厉害 最近我有个契纪 去了湖南那边 就像教学团的那些 看到他买那些 手上的精品回来 哇 很厉害 真是吓死你 已经不再是什么 科禄寿 茶柄 不是那些 是很有设计味的 中国的古典美 发挥到在现代的设计 去到极致 这么厉害 你想想一下 我不知道是盛智文 当然我夸张了 但给我的感觉是眼前一亮 我是很难想象得到 很漂亮的设计 还可以 冲出国际 还可以有爪 因为那些洋人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 或者那些 pattern 那些 他们有一种 在迷思和幻想里面 当然应该明白我说什么 一些洋人来到香港开会 我们都会特意配合他 做一些古典 将他的人样夹进一些古典的花纹 他就很开心 直接要拿起那张海报走 他说很漂亮 会有这样的 将他的名字 用一些书法体做出来 演绎一些毛不字 中文 你的名字中文就是这样的 他就很开心 要拿我走 可不可以传给我一张图 这样不太方便 类似的 我们回来说 盛志文的意思就是 觉得香港 一直都是一个充满人性的地方 相信能够克服到这个挑战 我也觉得是的 我们看到 像梁宋范这些 是充分显示到 香港的引力在哪里 这个是 其实也是的 梁宋范这个现象 也是我刚才说到 当这期一红 开到成行成市 大家都在做差不多的事情 其实就变成一个 自己互相竞争的局面出来 再去下去 就会变成太弱流强的问题 我们也看到的 现在都会有一些新的 一些旧的 甚至乎有些品牌 都会变成了 亦都有 会不会成为香港的一个本土的文化呢 就是车仔面 一定会有的 云吞面 竹铺 这些一定会有的 当然两送饭 现在就成为了大家的 生活的一部分 亦都有了 当然 我们看看市道 日后 会如何走下去 因为 有时看到 大家订淘宝那些 哇 这样订 香港哪里有生意的 有时有些 我看到大家一站式 在十个八个铺 订了 每样订一些很小的东西 一两件 一两件 集运再送到来香港 真的是 你很少在香港购物 对吗 你想想在淘宝那些 在淘宝那些 在淘宝买得更快 这个是真的 我淘宝在淘宝那些 几百元 几百元是成辣 成波到什么 对吗 但是你出街 你又要搭车 又要搭 淘宝不同 送到你家附近 你去拿就行了 几方便 就是这样 有机会大家可以再讨论这个话题 今集来到这里 大家记住一起留言说一下 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社会现况 究竟如何 泰昌 都是那句 其实就不是那么差的 网民说得对 略为贵了一些 究竟为什么 大家又可以再留言说 有哪里那么好吃 Black House不好吃 我觉得哪里好吃 你记住 但是这个老板也选择 在香港 去这样开店 如果你说 香港一潭死水 没得做的话 为什么 这个四季酒店高点的总厨 要在香港开 去不去澳门开 是不是 因为之前有几个 很出名的病师 其实也有被澳门那边酒店 吸了过去 不过有一间 搞得不太好 我都替他觉得很可怜 你说 那不去新加坡 为什么要在香港开 所以 这是另一门的学问 所以你不要说到香港那么差 因为有些人 说到 泰昌执 就立即有 幼稚及轻 生意好 那些 我说这些说话 不好意思 有什么差 其实 你看回香港到目前 都仍然有新的生意开 还有也有 店铺扩张营业 为什么会这样 有人扩张 有人倒闭 或者结业 其实是一种很正常的现象 对吧 对 你看这个 breakout也是 前四季酒店高点总厨 其实他都会将一些 香港本土的元素 加进去 那些 包点 或者那些 饼食 里面的 什么港式奶茶的 奶油 那些 会有这些做法 所以 千万不要看下自己 正所谓 一鸡死 一鸡鸣 就是这样 好 这次来到 多谢大家 拜拜 拜拜